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的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这个因为前两年 台湾黑心油的事件之后呢 使得大多数的现代人 越来越重视这个油的健康 人体油每天都需要油脂 那我们真的是要吃好油 吃对油才能养生又健康 那在台湾呢 有一阵子像我手上这种椰子油呢 听说是达官选要 买到某家生计公司缺货的夯品 那这样的椰子油 有一阵子还是养生疗法当中 有各式各样妙用的 这一个热门夯油 而我手上这样的蒜油 也是很多中西料理当中 最受欢迎的健康油之一 那今天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分享 像我手上这样的椰子油跟蒜油 怎么样健康来应用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是 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 王建宇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 洪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营养好朋友 刘怡里 大家好 好 再来是人妻好朋友 曾雅兰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养生料理的好朋友 秋香姐姐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养生料理的达人 王明勇大哥 好 书青 我刚刚讲 台湾因为黑心油事件 炎烧过后 使得大多数人开始认识说 原来我们在不同的状况下 需要不同的油 而且不同的油 它可能有不同的优点 不同的缺点 不同的营养素 那每个人都要均衡来摄取 那我手上这种 以前东南亚最夯的椰子油 在台湾被某个金控大老板 扫到缺货 对 没错 老实说 以前没有黑心油事件之前 台湾民众很难想象 其实油对健康办 也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选对油就是上天堂 选错油就只能住套宝 不是 但是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椰子油 为什么会突然间夯起来很妙 其实那是一次聚餐 那是我们那个清光金控董事长 吴东靖 有一次是跟财经记者的聚餐 聚餐之间突然就谈到 他妈妈的状况 因为他妈妈有罹患失事症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这吴东靖在席间呢 就跟大家讲说 是他妈妈啊 因为很喜欢吃一个东西 就是用那个椰子油煎的 那个葱油饼 那没想到他吃了两三个月之后呢 他妈妈本来状况其实不好 连他小姑婆的名字都不知道 可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说 他居然叫得出他小姑婆的名字 他觉得这个好像是有点神奇的状况 他就分享给这些财经记者知道 于是乎这个记者 这个新闻一报道开来不得了 所有的人都要跑去买某生计公司 因为这个他是吃这个 生计公司的这个椰子油 当时洛阳只贵缺货 我告诉你长达几乎一年的时间 都很难买 缺货缺一年 很常买就是都持续 你要先跟他订购 你要靠关系才能买到 可是听他这么说就像神油了 对 神油 而且你知道其实老实说 而且神油因为才几百块 所以立刻被这些很扫光 没错 但是你又想说 这个椰子油这么神的传说 是只有吴东靖他们一家吗 其实在国外有一些奉行比较 一些比如说是学派的人 他们其实一直认为说 椰子油好像是不错的油 比如说椰子油的大中产国 菲律宾 因为你想想看嘛 他们就是做这个油 他们当然要做一些 相关他的好处 他那里面有一个女医师 甚至做一个说 他说他发现椰子油 让他的乳癌变好了 我想哇 这更猛了 我们这边失智症 他那边乳癌是不要而喻 吓死我了 然后另外呢 其实椰子油 还有在一些国家流行 是因为他把椰子油 当作减重的油 你想说油可以减重片效耶 而且这个不是 饱和脂肪酸特高吗 对 第一个就是说 事实上他的饱和脂肪酸 比猪油还高非常多 他几乎90%都快是饱和脂肪酸 所以他是一个饱和脂肪酸 非常高的油 那他为什么能够减肥 为什么能够失智的人缓解 甚至乳癌又不要而喻 我觉得待会儿 大家一定要好好听这些专家 你要正确使用 否则不会使用到椰子油的好处 反而吃了之后 可能胆固醇会比较高 真的 吃好油 而且要吃对油 用对油 而且问一下王医师 不同的油有不同的 营养价值跟属性 所以相对的 他就会有不同的应用的方法 对 大家看这个牌子 我们都知道 对油会很了解 油我们只怕 大概有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 那在饱和脂肪酸里面 动物性的脂肪里面最多 我们讲的牛油 猪油 在植物油里面 有两个饱和脂肪酸很多的 一个就是椰子油 一个就是棕榈油 那基本上椰子油跟棕榈油 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属于植物里面 特油里面的饱和脂肪酸 那其实刚才有提到说 其实对油脂的概念 大概只要一个概念 我们的总量要管控 胃福部告诉大家 每天的饮食的营养建议里面 油脂最多只能占到30% 真的油可能要下降到20% 所以如果你的油脂用超过的话 我告诉你 你还是以为 这个油脂会造成伤害 那这个刚才主持人 讲的非常好 你要用对油 其实之前黑性的问题是 当你吃到这些不好的油脂 造成身体里面很多发炎反应 引发后面老化 治油肌癌症 当你吃到好油的时候 这些反应都会被控制住 而且我们脂肪用来干嘛 我们身体里面 神经的传导 细胞膜的稳定 甚至我们的荷盟 男性荷盟 女性荷盟 都要这些油脂 所以你没有这些油脂的话 你身体会出现不营养的状态 所以在医生的观念里面 如果你去抽血检查 发现你胆固醇太低 dmu胆固醇太低 医生就告诉你 你这人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的话 你可能身体的免疫 也会甚至受影响 所以我们都要用对油 用好油 因为失智症 还有一种是属于血管性的失智 这种失智就是说 你可能血脂过高 三酸肝药子过高 或是坏的胆固醇过高 导致后面的血管性的失智 这一款人 确实就对饱和脂肪酸的油脂 可能就是要避开 所以其实是不一样 那到底要用多少 其实我们有个建议量 他刚刚说30% 其实如果你是一般的烹调用油 换算成汤匙再用的话 女生一天的烹调用油 大概是1.5汤匙 这么少 其实这么少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吃的猪肉里面有油 然后吃的那个鱼肉里面也有油 那男生的话 一天的烹调用油 大概就是2汤匙左右 所以其实你可以稍微这样控制一下 好 那我请美容大哥 雅兰跟舒青一起出来 美容大哥应该就常常有 这个在使用也只有 我自己在台湾也只有很夯之前 常用到常吃到 都是吃东南亚料理的 对 没错 你不觉得吗 东亚很暗亚 基本上他们大量用 我一直在分享一个观念 油是营养不是调味品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身体的组成 里面油大概占了几乎一半 接近 就是说看你的体脂率 但大部分人的第一名成分是水 第二名大部分就是油 除非你体脂率很低 那你看油对身体占比这么多 所以它的扮演的角色里面 我们在讲包含你的脑神经 刚才讲的神经 也视力 心血管疾病 甚至我常讲 别的不说皮肤都有差 对 皮肤 排毒 瘦身 美容 都跟油有关系 所以椰子油 之前为什么会被 这个所谓污名化 就是因为以前都用 什么做实验你知道吗 都用精致的 而且甚至轻化的 所以这两个看起来 这是你要拿这个 一样硬掉的 这个硬掉 这是我要把它溶解 这个硬掉的 那感觉很像是冰冰香果 所以在挑选上 我会分级要走三级 这个是就一般最便宜的 所以你看一样是白色的 因为我们这是先把它溶解 那这个是冷压出炸 这是不是有机一般的 那这个是肃清那一个是有机的 你看它也是有点凝固 可是凝固你看颜色 落差就很大 你看 我们可以打开好了 一个是有点透明感的那个 一个是那个 柳柳柳柳柳 另外一个你要闻闻看 要闻 闻得出来 对... 这个椰子香 对 今天是酥 酥干 酥干的 因为这很香吧 好香喔 所以为什么经典 要吸大口一点喔 吸大口 这不是椰子 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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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它是肥皂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 食用油事件之后 大家很清楚 好的油应该要有那个食物的香味 对 如果你用花生油 要有花生香 芝麻要有芝麻香 你会发现这是椰子油 那为什么没有椰子味 对啊 因为它就是精炼嘛 就像我们这是黑心油 用很高很好的设备 把什么烂的油 都可以变成可以吃的油 所以这就是这个方法 而且又打青气又固化 它更硬脂肪更多 它更容易保存 而且不会坏 这很像在做肥皂的那个 对 真的 这个人拿来吃的喔 这是一般我们在做烹调 会有什么白油黄油 这是其中一个 那另外一个 闻闻看对不对 第三个我们把它刮一点出来 好 我们刮一点出来 各位都知道东南亚人 我们台湾人保养皮肤头发 阿嬷都是用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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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 但是来 我们要对照一下喔 你对照一下这个 这个一样子椰子做的喔 你看喔 我们对照一下 用左手 你看一下这差别在哪里 我们一样涂一点点 好 除了没有香味一样 你给我这么 这个烂的 给我这么大涂喔 左手 好 你看 用左手试 你会发现 而且喔 这好难推 推跟吸收不一样 对 从吸收度喔 你看从颜色 味道 你看吸收度喔 你看这个几乎像蜡一样 对 我觉得它很像蜡 你看 你看两只手 你看我们这边都红了 这是烂油那边 你仔细比是不是 对 真的 你看这边吸收 你看 而且 这边 对 真正的油 你看 很好吸收 很好吸收 所以很多好的保养品 其实会用椰子油 好的椰子油去做的喔 对 持护手霜都是用椰子油 而且滋润度 它的滋润度 保湿度 跟持久度是特别的 而且滚溜滚溜的 但是假的是黏黏的 对 很像那个电视广告 我为什么要这么黏 保湿有需要这么黏吗 对 所以你看好坏差很多 而且它保湿的原理 其实很简单 那它就知道说 一般你们 妈妈们最常用的 就是凡士林 就是说 一样我用一些油脂 可以把我们的水分 跟你那个保养的东西 让它避免说水分 因为你缺油的关系 在空气中直接溢散 所以其实最重要 就是它里面的油的成分 可以帮你固住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不只是这个 用来皮肤 他们重信野脂油的人 甚至会拿它来漱口 对 油漱口 漱口 对 许昊平先生就是 我也知道 印度很多人也是 印度的养生疗法 对 这是阿玉沸陀里面的 叫做油靶法 油靶法 他们叫Oil Pring 这个东西 其实我自己接触好几年前 四几年前之后 我大概就会一个礼拜 两三次 尤其是你会发现 一早起来口气不好的时候 因为你发现 我们知道嘛 你看毒素有水溶性 也有脂溶性嘛 那口腔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细菌嘛 那我们可以用在家里 大概 大概这样子 一小汤匙 对 一般我会一早起来 或者是 还有意思 有时候你如果吃大蒜 或吃一些口味重的 有时候很难 马上去除 那你试试看 用油 当然不一定只有用椰子油 其实好的冷压油 像有时候 我们常讲话 喉咙发炎 这个粗的漱口味 我会用一点 像亚麻烈油Omega3消炎 我会用不同的油 所以一般我会这样 用好的油 因为好的油 它可能带走 脂溶性的细菌 对不对 因为你想看 我们其实刷牙 我们是用物理性的方法 把我们粘着 在我们牙周 这些细菌 或者是牙结石清掉 那如果你用的是漱口水 它是尝试用化学性的方法去除 可不论化学性或物理性 我们最后用的溶质 都是水 所以如果说我用了这个油 对于一些某些油溶性的 比如说你刚才说 有些不好的气味 或者甚至有一些细胞 可能刚刚还没有冲走 就好像我女生卸妆 常常你们会觉得 光用水就洗不干净 对 可是你用油在以前 就觉得它涂得很干净 它就是把那些油溶性的东西 再来清一次 所以你会觉得说 特别的干净 了解 所以这样塑一塑就 吞下去吗 没有 要吞出来 要把细菌溶出来 很浪费耶 我们要让它在牙齿缝 进出 不是这样 对 它有点像洗牙的概念 用油洗牙 然后那个油把子溶性的细菌 在齿缝间的带出来 所以我们塑的时候是 尽量让它动 像我一早起来我就会塑 我就去做其他的事情 大概十分钟左右 再去把它吐掉 而且你这样塑我 你会发现每一次你吐出来的颜色味道 其实真的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你看我们现在手还差很多 这个已经完全吸收了 是 可是这个是黏的 这个还是黏黏的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 它如果是构成你的细胞膜 你的细胞膜就是粘体体 就变成很阿沙的细胞膜 而且会阻塞啊 真的 好 那除了这个 挑出好的椰子油之外 美容大哥听说 你自己都还会做特制的椰子油 而且我的椰子油 还要均衡这个Omega 369 哦 怎么样均衡Omega 369 因为这个里面有饱和脂肪 对不对 那一般我会再挑这个比较 Omega 3 比较高的 像这个 一般我们是亚麻脂肪比较高 或像指数油 那指数油太贵 那Omega 6 一般我们比较好的 就是GLA这个成分 那Omega 9就是橄榄油 那因为我今天找这些平台 里面有亚麻脂肪油 有烈烈烟草油 有GLA也可以调整我们的荷尔蒙 所以它这个比例 国外设计是2比1比1 就369的比例 是2比1比1 对 那一般我们都知道3跟6 最好是1比4以内 1比1是最好 但是现在人大概都1比20 1比甚至什么超过30都可能 因为我们吃的像红肉 一般的所有的植物油 大概都是6比较多 所以一般我会 这个是把握成比较高 我都会大概1分1到1分1去mix 我去做一个 做一个料理 叫葱蒜椰子油 葱蒜椰子油 抹酱 抹酱 所以这次已经做好了 好 这次已经做好 那怎么做呢 明佑大哥要分享给大家一下 好 那我们当然就准备好的 这个椰子油 冷压出炸的 我们就准备一个类似 刚刚录影前面讲到 这个市面上一罐 我现在知道行情价大概几百块 大概300到500中间 有机的可能贵一点 然后没有有机的冷压出炸 可能要300 那有机大概是500左右 OK 好 像你看我今天做的这个分量 我们大概抓半罐 200cc左右 葱蒜我准备的是 蒜跟葱 可是你这个葱 是洋葱 是洋葱 不是葱 不是我们一般的葱花 葱白葱绿 不是 所以洋葱切成丁 很细的丁 那这个大概是大颗的半颗左右 半颗切丁 那这个是很多颗 这个蒜仁 切成了蒜末 那蒜末跟洋葱末 几乎是1比1 对 那这个大概是10颗左右 这是半颗 那我们今天做的大概是200cc的这个 椰子油 跟等下50cc左右的这个 369的比例 或者是你用亚麻籽油也可以 但是因为它不收热 所以它是最后再加 好 所以可以收热的是椰子油 对 所以我们就准备这个 像我在加我比较讲究 我是用炖锅 有时候控制100度 大概10分钟左右 我会设定温度 你不会让它高温加热过 对 我不会让它加温加热 所以我们这如果用瓦斯炉 或者是你可以用隔水 隔水会比较快 会比较稳定 那一般我们今天现场 我们就先给大家看一下 好 你可以冷油冷锅放下去 好 其实它控制100度C 其实很正确 因为通常味精致的椰子油 我们在讲说 它的那个发烟点 大概在177度C左右 所以基本上 它是把它的那个 就是避开它冒烟 所以其实它的油脂 其实保值的品质是比较好的 对 让它的油脂 能稳定度比较高 对 好 所以这样小火低温来处理 那以你在家里的做饱 你说你大概会维持10分钟 对 你可以定温100度 大概是10分钟到15分钟 那我们今天如果速度快点 大概5分钟 就是让它这个颜色 这个蒜跟葱的颜色 变到有点黄 而且你用汤子压一下 它已经软掉了 这样就OK了 软化了 对 它不是脆脆的感觉 就是要把脆脆的感觉 变到软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我这样一直闻到 蒜头的味道 它立刻像蒜牛蒜香味了 对 所以你们要蒜酱 就可以这样子做 那这样子的蒜酱 就比方说你要涂面包吃 你知道大蒜面包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林管你可以 我这个做好 你可以先打开挖一点点 你涂面包试试看 或直接吃 或者你会涂一点点 给快要饿死的王建宇先生 真的吗 来 我觉得你这种大蒜面包 是真的有蒜蓉 我这是留着的 所以它要挖 应该连下面的一起挖 对不对 没有 这个是我 我把它留着给大家看的 那如果等一下我们要做 我们可以把它分离 你可以分离 我们把油另外装 那这个蒜蓉可以另外单独做 我先来伺候衣食上饭 要准时吃饭 对 来 我们先伺候一下 而且让你吃到有蒜蓉特力的 对 我觉得这样反而很健康 因为一般我们吃面包都是土奶油 奶油大蒜酱 对 而且你外面市面上买的蒜酱 你不知道是什么油做的 蒜头可能还好 那这个油可能未必OK 对 我们请快要饿死的王建宇 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我们一般有在运动 有像我在路跑 我们都希望说 在中间要补充淀粉 当然还要补充一些脂肪 可是脂肪比较难吸收 而且要经过时间比较长 那这个椰子油里面的 它的所谓的中链的那种脂肪酸 它很快就能够吸收 所以基本上它吸收进去 很快会变成我们的血糖 跟我们那个细胞里面 运动那个肌肉细胞里面 需要的那种糖的来源 所以吃完这种你就很快 会有血糖会维持 然后肌肉会有力 所以西方西地方运动人 就这样吃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路跑 就可以继续再跑个三五公里 没问题 但是重点是要跑喔 因为它就是看腰子 真的 因为它确实 它是中链脂肪酸 它分解之后 如果你运动的话 它就会代谢掉 所以它就可以帮助减肥 可是如果你没有再继续 跑下去的话 它还是会到肝脏 再重新合成脂肪 所以王医师有个重点 就是你要运动 要运动 因为之前他们盛行在国外的 所谓的椰子油减肥法 他们大概都维持21周 21周有些人说 他可以瘦到5磅6磅都没有问题 但他们怎么做 他们就是餐前的时候 他们会喝一小瓢的椰子油 但是那个油 是用来替代他餐中间的油 所以他的餐中 几乎是没有其他一个油的 那他说餐前这个油 最主要就是说 他希望能增加他的饱足感的感觉 就因为油排空慢嘛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利用他中链脂肪的特色 然后来加速他的减重的速率 可是重点是他们餐食中的油就要排除 好吃 很清爽耶 真的很清爽 而且我觉得米勇很聪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会觉得植物油是好油 很多植物油是好油 可是他很难拿来做抹酱 因为好的植物油它不会凝固 那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用椰子油加上他自己的369油 第一个他取椰子油会凝固的好处 还有他自己的中链脂肪酸 那加上369的这个不饱和脂肪 他就是降低他饱和脂肪 抹酱饱和脂肪的比例 所以调和出这种没有很高的饱和脂肪 但是却是固态的可以吃的这个抹酱 因为一般我们椰子油 这个香味是很搭配甜点的 大部分都是做甜食比较多 那我们这个其实我都没有加调 我连盐都没有加 所以说你这样抹上去的时候 其实它就有风味 那如果你想要一点味道 你撒一点盐或加一点胡椒米 都OK 一小块一个礼拜吃掉 那是很健康很OK的 那像这个抹 你就是把这个部分另外装 当抹酱 对 那这个其实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放 就很好吃 这个不是平山一集 平山三集 它那个香味 基本上它那个香味 那是变成淡淡的香 而且我觉得它 因为它把不饱和脂肪酸 又再提高了 我觉得很清爽 你可以把油单独装起来 你油当油的要用 那你剩下的这些 当抹酱 当抹酱 它浓度比较高 因为我这次把它装在一起 所以你这样 你这上面有没有用掉的话 你就没办法拿到这里 那你就把它分开装就可以了 好 那米勇大哥 我们这锅也差不多好了 那我们就火关掉 火关掉 它可以降到大概100度的时候 我们再加这个所谓的 必须脂肪酸 这个Omega369这样 好 那我们另外的这一个 葱 蒜 油 你也要再示范一个料理 对 因为这种油的好处是 它的葱蒜都会入味的 对 没错 所以假设你来做料理 我判断它这个油 如果做东南亚料理一定超强 一定超好吃 因为它就是很东南亚的 椰子加蒜加这些味 对 那你其他再调味就好 对 所以我们为了健康的比例 大概我们加1.4到1.5 不然它会没办法凝固 因为你不饱脂肪酸太多 它就会水水的 所以这个是比例 而且我觉得这酱好吃的 还有一个理由是 我们有时候吃大蒜面包 嘴巴很臭 对 这个吃完嘴巴好香喔 因为它有椰子香 对 所以我们可以怎样 你知道吗 把它滤开 这个部分有没有 单独拿出来 就油跟料可以稍微 油跟酱 油跟抹酱分开就对 那油可以拿来做烹调用 酱可以拿来做抹酱 而且这样的话 你吃起来不会只有 担心这个饱和脂肪 因为我们还有 额外的这个好的必须脂肪酸 而且它很聪明 它不饱和脂肪酸 后来才加 加进来之后很快就关了 有去关火 所以这个做法要学 就是说 它前面可以加热 是因为椰子油的发烟点 170多 那后面它这一类的油 发烟点是比较低 而且相对要维持比较低温 它的营养价值 它的营养成分才会保的 而且梅勇大哥 这个做法你看 它一次大概一小罐 油毕竟还是会氧化 所以你不能一次说 莱兰做两大桶 然后两大桶吃两个月 这是不OK的 你可能一小罐 一个礼拜吃掉 那是很健康 一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做一次 那现在这个抹 你就是把这个部分另外装 当抹酱 那这个其实你就可以直接这样 就很好吃 它的香味现做 我们再给快要饿死的 我和你再来一遍 谢谢大家 我开始有活力了 我觉得第二块面包会更好 第一块好吃 因为现做的 而且重点是 你看没有这样分开来之后 这个固体的地方 就是有蒜头的地方当抹酱 那剩下这些呢 因为其实已经有蒜头的香味在里面 所以它未来就不用用热去爆香 它就是最后你食物完成之后 再加一点点进去拌 那个香味出来 就是冷爆的味道 或者是烫一点青菜 烫一点青菜拌上去 或者以前老一辈子很喜欢吃猪油拌饭 现在可以改一下健康一点的 这种椰子的拌饭 其实也不错 我看王医师吃感觉好像很好吃 那层次不是提升一级 提升三级 它那个香味 基本上它那个香味 那是变成淡淡的香 有时候以前太浓郁你会嗆鼻 这个不会嗆鼻 那个淡淡的那种 有点类似回香的感觉 在口齿会流香 这个动作是我的工作 谢谢 你们侯昌明一定会热爱他 那接下来我们就剩下 假设我们留下来这个葱蒜 我们可以来炒一点海鲜 一些食蔬 我们就可以来夾三明治 或者是类似吃 生菜的话搭配这样子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些蝦仁 那跟这个葱蒜一起炒 对 还有点像花枝 你把它切的都切成丁 细丁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葱蒜 刚刚的抹腔强是在 它的葱蒜也没那么嗆辣了 这是小孩也可以接受的葱蒜味 那大人热爱葱蒜的一定会爱吃 因为它有香气 但没有嗆辣感 没有嗆辣到那么嗆 因为它那个洋葱又把那个油 带了微微的甜味 对 所以就很喜欢 好吃 这是超好吃的抹酱 超好吃 好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 你可以用油 或者是把剩下的这个 来一起炒 好 我们可以把海鲜切丁 一起拌炒 那这样感觉可以做一个虾松 对 是 很简单 那我们这个炒大概六七分熟 那我们就准备这个 我们像你随便的蔬菜 家里的这种把它切丁 像一点玉米粒啦 红萝卜啦 青豆啦 芹菜啦 毛豆啊都可以 都可以 对 那我们这样大概 大概六七分熟 我们就把它大概一碗 好 把它放进去 这样营养很均衡啊 蛋白质啊 蔬菜啊 纤维质都有了 对 对 哇 我觉得你这一锅 如果拿来炒饭也会超强 对... 对不对 真的 炒饭炒面感觉都很好吃 对啊 超强的 那自己可以斟酌调整喔 像你喜欢重一点的 应该说喜欢葱蒜味的 这个滋味可以再加多一点 没错 这样子上菜也很快 很快 对 你就等于让食材 来沾附这个葱蒜味而已 对 而且有淡淡的椰子香味 所以你就知道有没有 人家会吃的人就是这样子吃 所以人家就说 因为椰子油吃起来 他觉得不错 有些人傻傻的 就是用一般烂烂的椰子油 然后拼命吃 每餐用还高温煮 就有三餐干油脂就过高了 真的 要注意 所以用好油 还要用会想法 那不同的油的特性 你要把它的优点用出来 对 好 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囉 我们阿勇斯的虾酥 简单又好吃 对 我们有调味 我们就用那个坚果 把它压碎这样撒上去 它淡淡有点咸味真的可以 而且我觉得它加坚果是绝招 因为它把不饱和脂肪酸又再提高了 我觉得很清爽 跟印象中的不一样 以前在外面吃的也只有一点油腻 可是那个王老师做得好清爽 吃完感觉好像来到太久了 真的 虚啦 非常好吃 而且它口感我觉得也很多元 所以小朋友也会喜欢 它咬来咬去 就会有虾子 有玉米 有坚果 然后又有椰香 这个我觉得大人小孩都会喜欢 都会接受 好吃 好吃 那接下来咬然也要分享一个 东南亚风的椰香料理 对 椰香鲜虾粉丝薄 这么厉害 澎湃的 然后今天我方法比较简单 因为一般的那个鲜虾粉丝薄 它可能要用虾子要用油炸过 但我今天做的方法比较健康一点 我用椰子油 然后稍微用拌炒的方式 用煎的方式 对 那这样子就会有椰香了 对 就会有椰香 相对的油也不要用得过有过量 油也不要太多 你看刚刚刘怡里算说 台湾其实女孩子 一天的烹调用油只能一尺半 对不对 这样吃个咸酥鸡就过量了 不是过量 是破表 你吃一块热草也会破表 对啊 真的 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吃热草 每一盘喔 小小一盘下面都是油 对 吃干净了竟然还浮那么多油 对 真的 好 然后我把虾子丢下去 我稍微盖一下锅盖 翻炒盖一下 因为虾头才会闷熟 还有这样妈妈才也比较不会吸油 对 就只要稍微这样 你看大概一两分钟 这不需要炸 而且它用油会非常的少 对 然后因为我有把它开背了 所以开背了之后 它背只要一打开 大概就已经差不多半熟了 那我现在先把它捞起来 因为为了怕它过老 对 因为我待会还要 让它吸收酱汁才会有味道 对 真的 果然做的演绎 他要来是人妻的土神 演绎的人妻土神 好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油 对 然后我们来爆香 爆香我们的蒜头姜末 好 好 姜末跟蒜末一起下 蒜末 对 对 好 然后我这边呢 要调sauce 对 好 我先离火 好 好 这边要调sauce 有蚝油 蚝油 对 蚝油 这个是鲜虾粉丝宝的sauce 对 然后那个 酱油膏 酱油膏 对 大概1比1 1比1 对 然后这个是醋 加一点点醋 好 然后再加一点点 我们一般都用糖 我们今天用蜂蜜来取代它 比较健康 好 然后再加一点水 你要做这个粉丝宝的sauce 对 sauce 好 好 这个是很简单的 蚝油酱油膏1比1 那加一点点的醋 跟这个蜂蜜或者糖 对 来调一点点它的滋味的层次 对 然后呢 接下来我这边呢 好 爆香完之后 我就直接下我的sauce 对 好 好 我们是先下sauce喔 对 我先下sauce 然后呢 我再来把我的蝦子 稍微让它浸一下酱汁 我懂 这样才入味 对 那因为蝦子我刚刚没有弄很熟 所以我现在 稍微让它浸泡一下入味 让它熟一下 好 熟化一下 其实刚刚啊 我们秋香老师在讲说 这个鲜蝦粉丝堡这道菜啊 我觉得它油的陷阱 还不止在那个虾子爆炒过 对 我有一次在某名的餐厅吃那个粉丝堡啊 我就亲眼就夹到里面 那么大块的猪油 后来发现 因为那个 为什么 因为它要粉丝不黏在一起 它的油量用得非常非常的大 它是整块猪油爆下去爆起来 会香嘛 就是那个猪油就在里面 然后我告诉你那个油啊 那油到我觉得 哇 真的太惊人了 因为很多女生都误以为说 冬粉热量很低 对 粉丝热量很低 因为一把冬粉的热量只有四分之一碗饭 所以我只吃了四分之一碗饭 没错 但是吃了五汤匙油 是 因为它吸了超多油 它吸了大量的油 所以亚兰玄这个第一个 它油用的很少 第二个它用宽粉 宽粉又比细粉 比较不会黏附到那么多 因为如果说 比较不会怕它结束会 对 所以粉丝就是大家要注意哦 如果你的料理里头吸很多油的话 其实它热量就会比较高 对 然后我现在就把我的粉丝放下去 可是粉丝就是要吸滋味才好吃 对 就是要吸那个汤汁 好 就跟米粉要吸汤汁是一样的东西 对 好 所以我们让粉丝下去煮 然后去吸它的汤汁 好 亚兰我们的粉丝吸饱了汤汁 这个鲜虾粉丝煲就可以上菜了 就可以上菜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装入我们的砂锅 好厉害了 装入我们的砂锅 那我们刚刚炒好的虾子 只要再摆盘上去 就OK了 然后留一个汤汁在这里 然后就把我的虾子摆上去 Polo 对 演艺圈的厨神上台了 我们是吃 Yeah 哇我们亚兰的粉丝导大成功 很成功 好酷喔 真的是非常成功 又跟餐厅的差不多 淡淡的椰香在里面 所以你会觉得比较清爽 非常清爽 可是非常入味 对 我刚刚就说 亚兰的粉丝导 吃下去第一口觉得香香的 就是不像一般的那种 就觉得满口都是猪油的感觉 然后它的宽粉选得很好 就是你泡的时间跟那种时间 就刚好很Q 也不会软烂 也不会收到咬不下去 然后呢 它这个虾虽然说它没有经过油炸 可是其实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样做 我不一定要先去爆它 真的它刚刚那个做法是超简单的 一般的家庭主婦应该一学就会 而且它椰香也吃得到 对 它的粉丝也吃得到 蝦子也吃得到 那秋香姐姐 你另外要分享一个是蒜油 这么漂亮的蒜油 是你日常喔 这个中西料理都常用的 对啊 有些时候就拿来吃生菜沙拉 就拌一下 那或者是说我今天我想要有一个大蒜风味的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买了一些大蒜都会花芽 对 那如果把它泡这个样子 你随时你就不用担心说 我没有大蒜可以用 但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都在 因为我是用那个橄榄油去泡的生大蒜 好 那我们通常怎么泡呢 我现在可以想像喔 它拌沙拉或者它烫青菜拌起来都很好吃 而且很棒 尤其是外食主 因为我们现在都会吃到太多这种 加过热骨条什么烧烤油炸的东西 其实我常常讲 有时候你很难避免的话 那你一定要吃解药 解药就是大蒜 厉害 可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都在 因为我是用那个橄榄油去泡的生大蒜 好 那我们通常怎么泡呢 我们取一个瓶子 对 那这个呢 就是大概半碗多一点的 这个大概有20颗的蒜能 然后把它打成蒜末 蒜碎 是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 那个大小颗大蒜 所以就是你大概看这样子 这个可以 那把它打 不能用那种果汁机打 因为果汁机打会太碎了 太细碎 这就用调理机 好 那我先把这个加进来 你先加的是大蒜的蒜末 跟这个是红的胡椒 一定要加进去 所以不是花椒 也是胡椒粒 因为这样子就会很漂亮 然后这是家里的后宴 就是我的洋孩种的这个 迷迭香 对 那你就把它 像这个比较高 所以我就整根插进去 这个比较低的话 你就是给它这样插一根在中间 好 迷迭香 自己可以斟酌 对不对 对 就是大概你不要太重的香气 那接着下来我们就 一定要盖过大蒜 所以蒜油的制作 我的油我现在用的是 Extra Virgin的出炸的橄榄油 然后一定要让它盖过大蒜 是 你没有盖过大蒜的话 大蒜容易会酸掉 所以你在泡的时候就是 我这罐差不多刚好盖过大蒜 是 是 是 好 那这样子晃呢 就是大概晃个一天 最少要一天 它的味道就会出来了 那你会越晃 它的香气会越释放出来 对 好 那通常把它密封 是 那因为这个里面有水分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 就是密封好了以后 一定要放冰霜 但是现在外面大概晃个半天 因为你倒冰箱 它就比较慢释放出来的 那你在外面大概半天 它慢慢释放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就是放冰箱 放冰箱两天之后 它就入味了 它就会长成这样子 是 我好想要我们看你的蒜油味 是 哦 赞 香香香 我现在可以想象 它拌沙拉或者它烫青菜拌起来 都会超好吃 真的很棒 其实我做了两瓶了 那两瓶呢 来 这一瓶给你们 好 好 这一罐要送过三瓶 好漂亮喔 我要收起来 好压 待会去煮菜 所以这个可以做菜 也可以送人 你看 这样一瓶送人 真的 好漂亮 就很漂亮 是 好 那秋香姐姐 这样的蒜油 中西料理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我今天就做一个 就是中式的 然后再做一个西式的 一个就是烧 烧鸡肉 其实就是中西合并 因为这只有台湾有的液头 好 中西合并 好 那我的这个鸡肉 就是我挑的是鸡腿肉 然后给它一点点的一个酒 我们的鸡腿肉 是直接把它切成这个鸡丁 切大丁 大丁 可是一点点的米酒 来腌制它 是 好 您可以麻烦给我一双筷子 好 那你要搅拌一下这个鸡肉 腌一个就是一大匙的这个酱油 是 把它拌一下 拌一下 好 那我们另外热一个平底锅 是 你这个鸡丁好像要先炒它嘛 对 我要先把它就是煎一下 那先 因为这样子呢 它的一个 为什么要先把那个酱油 放在鸡肉上面 因为我不想一头等一下 沾满了那个酱油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先 而且这个鸡腿切丁对不对 是 它带皮嘛 所以你要先利用它鸡皮鸡油 是 所以我现在我就把它盖起来 对 盖起来 那这里面完全没有油 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出炸橄榄油 那出炸橄榄油的话 如果我用它来炒的话 浪费 对 就会浪费掉 但是呢 待会我还是会去加热 可是如果有一些汁下去的话 它的一个就是热度 都会大概在100度左右 就不会破坏它 好 那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快 好 我们来先炒一下 这一个鸡丁 鸡丁 它也上色了耶 因为它有一点酱油 酱油 那同样的一个时间 秋香姐姐 你还起了一锅 不锈钢锅 这个可以做西式的温沙拉 是 我可以做一个温沙拉 那这个温沙拉 现在这个菇类非常的 秋冬的菇类是最好吃的 所以我们先放香菇 是 而且也很便宜 就把这个香菇 那这香菇干干的是新鲜香菇 把它稍微的 对切一下 对 对切 然后我有晒过太阳 又有晒了 有 危险性肌 你看我们是干锅 干香菇 从头到尾没有一滴油 但是它有维持菇的干燥 它虽然是新鲜香菇 可是你有把它擦干嘛 对 所以你现在闻到很香的味道 对不对 好 我先把它盖起来 好 这样子 那姐姐 你这个鸡丁 烘菇的同时 对 我两边都要 关心一下它们 对不对 你的鸡丁好像也有五分熟 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有这个鸡腿肉 我们大家在座的 除了我大家都非常的年轻 但是我虽然很老 我的牙口也很好熟了就好 不需要闷到那种入口即化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把这个芋头夹进去 芋头我们很多的时候 在外面买的芋头 都是炸到也很油 对不对 所以我回家 我就把它切块 稍微的煎一下就好了 就这样子 所以你把它切成跟鸡丁 差不多大小的块 然后你要稍微表皮煎一下 你不要油燥它 是 好 我们秋香姐姐的这个干锅 干燒菇 立刻烧出菇的菇香 是 你看就是要让它这样子 有没有像就是烤的 对 对 有点干烤它 对 是 好 那我们你的菇会叽叽叫 对 因为它的水分叮叮叮出水 对 现在不是收音有杂音 叽叽叫 是蘑菇在挖挖掉 所以这个感觉就很好玩 就非常好玩 等一下 你先 这不是音效 你看 就没声音 然后你一抱它就有声音 就是因为它的水分 很好玩 叽叽叫 对 我每次在这样子 做示范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 那就是因为 其实如果没有洋菇的话 就不有这个声音 真的好可爱 要洋菇 因为洋菇的那个 水分也比较高 洋菇的一个香气 我菇在说它好痛 没有 这叫四滴料理 四滴的料理 好 那我就把它倒出来 就是倒出来 我给镜头看一下 我们姐姐把菇炒的 超香的 那菇本身新鲜的 只要干煎 干烤 干炒 就会出水分 所以你看它有一点点水分 冒出来 那我现在要倒结瓜 好 结瓜跟秋可 就可以一起进来 我们姐姐把结瓜 切成大概0.5公分左右的片 一片一片 那结瓜切片之后 你也是要有一点点 来做温沙 所以有一点点要干烘它水煮吗 是 所以没有就是 大概50cc就好了 50cc的水 然后等到蒸汽上来就可以了 所以类似你在水煮青菜一样 对 那因为它刚刚干锅去烘那个菇 所以锅里面有那个菇的香气 好 这边也很香了 对不对 我芋头好漂亮 真的 真的方形的 我现在了解你的芋头 为什么要这样 怎么漂亮成这样 好 那我调味呢 因为刚刚只有那一点点的酱油 所以我在这边呢 再给它少许 两根手指头的盐就好了 好 少许的盐巴 然后我要给它一点点的胡椒 对 因为我们刚刚芋头是没有调味过的 是 那只有鸡肉有一点点的 大概一匙的酱油 醃漬一下下 然后大概1小匙的糖 好 好 再来呢 我们就会把好的油放进来了 好 那我们姐姐呢 这个最后才要加蒜油 那这个蒜就会提它的味道了 是 好 林冠刚刚做的一个动作 大家一定要记 你的汤水一定要擦干净 而且还要很干很干 是 好 你看那么容易坏掉 这个油跟酱料的好 对 刚刚妈妈有教她 对 对 就像妈妈教的 所以当然做也是一样 就是不要一次做太多 就是你大概做到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量就好了 好 而且我们秋香妈妈 把蒜末跟油搅拌了一下 一起下去 是 这个一汤匙就10cc 那我用了两汤匙 好 最后我要把这个牛奶加进来 牛奶 好 牛奶加进来 好 再给它煤一下下就可以了 是 那我们姐姐可厉害了 同时要照顾她的结瓜 对 你看看 林冠 好漂亮 对 我的妈 还是好翠绿 它水煮的结瓜怎么那么漂亮 是 还有秋葵也很漂亮 然后它的颜色不会走掉 是 它那个黄色跟绿色 都还维持得好漂亮 是 所以刚刚这个炒好的菇 你要让它 这个也会叫 因为有水温下来 是 是 OK 可以 好 来 把它一起取出来 来 我给你镜头看一下 我们刚刚炒过的菇 其实只有干 还有结瓜 跟这个水煮过的结瓜 这个就要拌温沙拉了 对 是 这个就要拌温沙拉了 对 颜色超漂亮 好漂亮 粉红色的锅子 真的 还有喜感跟食欲 真的 真的 小桃红上面有温沙拉 你问我现在这边好了嘛 我把这个辣椒加进去 拌一拌 然后来 这个青蒜 拌一下 所以这个是蒜 蒜 好 来 我这一锅好了 我等一下就装盘就好 好 这边还有一个动作 好 我们温沙拉取出来之后 还有一个动作 新鲜的番茄 趁热 然后红番茄就要一点点加热 对吧 好 碎的洋葱 好 好 再来呢 还要一次我们用好的油 好 我再取另外一个这个汤匙 再一样把它擦干净 好 我们刚刚的蒜油 这个其实就是 粗炸的橄榄油加蒜 加紅的胡椒跟迷迭香了 所以我们并没有额外加别的香料了 那直接蒜油搅拌 那就是我们的温沙拉了 是 好 那我就 盐巴 好 盐巴下来 我觉得你这个蒜油 如果沾那种欧式面包 也会很好吃 有一种那种欧式餐厅 他们就会提供这样的油 你去沾油醋酱 这个直接当油醋酱 沾也会超好吃 好 林冠 那我现在就是现磨一些胡椒下去 好 那我们的温沙拉搅拌就好了 这个就是阿嬷的动作 对 好像那个卖邪淑鸡 外面卖邪淑鸡 它盐水鸡有的时候 盐水鸡也是这样 对 它是晒太阳的时候 晒一些花生什么的都会这样 你看 这样就完成了 那我们就上菜了 我们秋香姐姐的蒜油无敌 真的 你这个芋头烧鸡的芋头好吃到爆 真的 看起来像豆腐的芋头 竟然这么好吃 很严密 其实芋头就是跟大蒜是好朋友 真的 很香 然后它的鸡肉也入味 这个寿司超好吃的 非常非常好吃 因为秋香老师这个做法 它那个最后加了这个牛奶 让它的酱汁能够充分的 全部都扒在这个鸡肉跟这个芋头上 因为芋头有些人吃会觉得说 它是松软可口入口即化 可是对于某些老年人来讲 他还是觉得它有点干 可是你发上了这个很柔很柔滑的汤汁之后 它不干 而且就会香气完全摘起 而且他说的对 那个蒜头跟芋头 真是两个好朋友 对 真的是绝配 那个味道会使它加成 而且说句实在话 我们刚才讲 从椰子油讲到现在 这蒜头油 它的健康好处是更明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台北医学大学有去做研究 他就说把那个100公克的蒜头 我们先剁碎之后 用尾波稍微让它加热 加热之后再放入这个油 然后放入油之后就泡 泡制成像这样的罐 蒜头油 然后再去喂这些动物 实验动物署 发现他们的胆固醇 就是会降低 对 所以说你真的 这是因为大蒜 大蒜加上橄榄油的好处 因为它用的是橄榄油 然后呢大蒜 它除了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胆固醇的好处之外 因为大蒜里面太多抗氧化物质 从以前知道什么硫化物 还有什么锡啊 什么它都有 重点是大蒜呢 我觉得平常大家真的可以尝试 其实对现代人来讲 真的除非你很怕那个味道 否则对你的健康维护是真的很好很好 非常好 对尤其是外食主 因为我们现在都会吃到太多这种 过热烹调烧烤油炸的东西 其实我常讲 有时候你很难避免的话 那你一定要吃解药 解药就是大蒜洋葱 其实大蒜营养成分的话 如果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就是说你要让它生吃嘛 比如说切碎之后 然后让它在空气中稍微过一个 就是氧化之后稍微再吃 它营养成分是最高 第二种保存方式就是秋香老师这种方式 就是用所谓的好的油脂 比如说用那个冷压的橄榄油 去做一个保存 那第一个它让那个大蒜 比较不容易坏掉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它可以保持大蒜的蒜素 它可以保留比较久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道啊 很适合就是说 有些女生冬天喔 你吃冷沙拉 或是吃冷的会很难过 那你稍微用这一道 就可以用一点温沙拉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秋香姐姐的蒜油太厉害了 它烧鸡肉就是台菜 那加椰奶就是东南亚菜 然后它拌沙拉变成意大利菜 它同样一个油喔 弄了三个东西 就是三个不同的多果的料理 太厉害了 好吃 超好吃 而且这个温沙拉的滋味这样一拌喔 真的很简单又健康又好吃 每个蔬菜都有自己的原味 那那洋菇滋滋叫之后啊 它变得很脆 就是一咬下去 juicy 然后一咬下去就会乱掉 然后水分还是有耶 可是不会说那种 有些洋菇会有生味 让人家不喜欢 完全没有 因为我们的蒜油香味 又把它盖过去 所以这个地中海的料理里头 这样的蒜油也非常的夯 对 没错 今天做一个结论 今天我们用了两个油 第一个叫做椰子油 椰子油是属于饱和脂肪酸 但起码它比那些牛油猪油来得好 那只要适当使用的话 那基本上可以提很多的香味 那配合勇哥老师的那种方式 369 Amiga369 四张比例的话 这样可以吃到好油的一个好地方 那邱香姐 阿姨 姐姐 阿姨 阿姨 你敢叫阿姨 你叫阿姨 叫阿姨 你吃得太好吃了 就忘记了 因为以前的邱香姐这个太熟了 那它的橄榄油 说实在的 是今天节目最好的Ending 对 因为橄榄油用得好 身体又又健康 那我说不是说每一个油 你都从头用到尾 用对油 用好油 用对地方 再这样吃得又美味又健康 实在看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宗旨 真的 谢谢黄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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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